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场小雪飘落在陕州故城 飘雪之下是从八月份开始发掘的将近二百座墓葬 它们主要出自战国早期和汉朝 前后相隔近两百年的一群人 在这一块土地上以这样一种方式相遇 它们与这片土地的故事 是今天的我们努力去破解和还原的 它们当时的生活状态 是今天的我们渴望知道的 在过去将近四个月的发掘中 考古队员发现 这批战国早期的墓葬 相互之间没有彼此打破的现象 排列有序规整 为长方形数学土坑木 以北向和东向为主 而且墓葬内几乎都有葬区 墓主人主要呈现单人养身职之葬 显然他们来自同一个时期 同一个国家 而通过对这批墓葬的发掘研究 陕州城建成之前的历史 越发清晰起来 西州早期的这个地方 属于胶国的地盘 到了西州晚期 国国把胶国灭掉以后 这里又属于国国的地盘 公元前655年 寄国南下把国国又灭掉了 这个地方又属于晋国的地盘 三架飞机以后 这个地方首先是韩国的地盘 后来又归到温国的地盘 最终来这个秦国东西 这里又归于秦国的实体范围 考古研究所发掘这些战国早期的 那墓葬它很可能就是魏国的 因为当时可能应该是魏国的通知 虽然已知这是一片魏国的公共墓地 但这片土地之下埋葬的是一群怎样的人 我们还不得而知 除了已发掘的几个仅有的低等级世大夫墓 并未见到更高规格的墓葬 难道这个区域内并没有身份更高的人存在 或者身份显赫的贵族 另有其他埋葬场所 而这里只是一片寻常的平民墓地 真相等待着考古人员去探索 天气越发寒冷 留给大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两匹逊丧的马匹躺在车马坑中 他们的主人是谁 这是考古队现在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经过多天的发掘 周边的墓葬中并没有出现 与之规模匹配的墓葬 这让寒风中的考古队员们更为焦急 直到黄土之下 一件青铜器的铜绿露出了一角 打破了这片工地的沉寂气氛 这一点铜绿来自韩鹏祥负责发掘的M397号墓葬 它的面积也属于一个偏大型的墓葬 我们后来准备开始清理器物的时候 采取的方式就是从西侧往东侧进行清理 我最初的位置就是在西南部位 我用手铲当时在那刮土进行向下清理 然后我看到那些杂土当中 夹杂的有一些铜绿色的东西 我一看 这东西应该是青铜器上的那些铜绿色的绣 我想着下面应该是有东西 在过去将近四个月的发掘中 这批战国早期墓葬中也时常会有青铜器出土 最大的惊喜莫过于M57号墓这样的三顶墓 战国时期 连续的战争使得各个国家的经济整体下滑 导致铜器数量减少 另一方面 大规模的战争需要大量的兵器 使得铜变得更为珍贵稀有 用青铜器随葬的情况也越来越少 所以在战国墓葬中能够出土青铜器的 通常说明墓主人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或一定的社会地位 韩彭祥也十分好奇 这一次发现的又将是什么样的青铜器呢 然后我就继续向下进行清理 果然清理的过程中发现了一块青铜器 但是它是一个局部很小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我就拿着手铲继续向下清理 慢慢的编终的轮廓展现出来的 编中大型打击乐器 兴起于商周 繁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 在古代 编中是上层社会专用的礼乐器 更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 1978年 湖北隋州的一处考古墓地现场 有一处战古墓葬 被称为雷古敦一号墓 当时工作人员从这里发掘出了65件古钟 这便是被称为先秦时代文化符号的 曾侯乙编珠 这也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珠 同样是战古墓葬的考古现场 编中的再一次出现 让现场所有人位置一振 对这座墓葬的期待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那时候心情是很兴奋 可以说是 我赶紧把我旁边的那些小刷子 还有竹签拿过来 我用竹签在内剃边中 把那些边中的轮廓 然后边边角角一些局部的位置 都给它剃干净 用刷子一扫之后发现 边中上面是乳丁纹 还有那些纹饰特别精美 真是可激动 感觉那个手都有一点微颤微抖 众所周知 边中的出现 通常意味着墓主人的身份非同凡响 同时 边中是成组使用的礼乐器 M397中的边中只有一枚嘛 对于现场发掘人员来说 这一枚边中仿佛是一根影线 大家期待着它点燃绚烂的烟花 然后清理完这一个边中之后 我们又是继续向周围进行扩散 果然在周围一件一件的轻动机出来了 我们发现它还是边中 到最后我们一共清理出来了九件边中 这九件边中它的形质是基本一样的 但是大小没有差别 都是十分的精美 边中最早用于宫廷雅跃 每逢征战 宴会 祭祀都要演奏边中 在周朝森严的礼制之下 边中并不是常见的随丧品 在三门峡市 上一次发现战国时期的边中 还要追溯到七十多年前 在三门峡历史上 第一次发现战国时期的边中 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是为了配合黄河水库建设 就在陕州固城附近 当时的报告叫陕县东中秦汉墓 在那里面有一座墓是编号M2040 出土了一套边中 它具有二十件雍中 九件钮中 九件波中 还出土了十件十庆 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礼器组合 这是在我们三门峡地区 首次发现的 具有比较完整组合的青铜边中 同如今的M397号墓一样 七十多年前的M2040号墓 同样也是长方形数学墓 长7米 宽5.7米 也是一果重关的墓葬形式 根据当时的考古报告显示 M2040号墓 共出土随葬器5 共1959件 其中青铜器达578件 有这样的先例在前 考古队员丝毫不敢懈怠 我感觉这肯定还要有更重大的发现 毕竟边中是非常贵重的一些随葬品 发现的也比较少 我就继续地用手柴开始向下清理 清理的时候 手柴碰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 我就停下来 还是用那个小竹签在周围剔 我发现剔的时候 你好像这个东西很大 你永远给它剔不出来 面积很大 然后我就用手柴在周围的那些土上 给它刮掉 这个巨大的器物是什么 褪去黄土之后 方形的灰白色显露出来 当时大家并没有想到 这竟然是石庆 它有一个叠压的关系 相同之间一个压着一个 一个压着一个 哇 那个时候感觉不到累了 越清理越兴奋 越清理越开心 不断的清不断的清 真是清到最后之后 发现了一共这十个石庆 十个石庆也是形质相同 它的大小略有差别 石庆是一种石头制成的打击乐器 它和边中一样 同样是上层社会重要的礼乐器 九件边中 十件石边庆 这是截至目前 在这片墓葬群中 发现的最高等级的随葬品 与此同时 考古队员也意识到 原来这是墓主人堆放乐器的区域 那么 在这些乐器周边 是否还有其他随葬品 这一块整体来说 都是属于它的一个 青铜礼乐器 然后往东这边 我们正在清理 可能还要出一些东西 部分青铜器 已经是漏头了 在东部那个角处 发现了一个青铜的兵器 暂时还没清出来 至于什么东西 我们到最后清完之后 才能知道 但随着墓葬不断的发掘整理 墓主人随葬的四只青铜鼎 逐渐显露出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周明鼎石之家 这不是一个 两个 这不是一个 三个 这四个 啊 要压死吧 你看这个 立下边压死吧 你说这个 那个 立下 这下边吗 立下边压的是这个 可能是一个盘吧 或者啥类 现在因为它压着了 不清楚 就在大家还在为这个发现 雀跃的时候 在墓葬的一角 考古人员又有新的发现 瘦骨现在这一大块 没有发现那个钻藻痕迹 以瘦骨随葬的先例 建于安阳殷墟 山王大墓 古人将龟甲和瘦骨 用于占卜 相信他们 可以预知凶极和生死 所以 许多贵族以瘦骨或龟甲随葬 希望死后 得到上天的保佑 除了瘦骨 考古人员在现场 还有不少发现 刀壁 就这么大 不是个刀壁 这一段看着好像是什么 一个器物它断了 你看到没有 这个插口不是个瓶口 如果是瓶口 就是原始痕迹 它这还可能是断了 这应该是个器物断了 清静着周围 看看有没有它残价 车马器 车位 然后这是车匣 对 对 就是车轴上的那个通室 通过对墓葬中这些青铜器的清理 考古人员发现 这位中名鼎食的墓主人 拥有一套完整而体面的随葬品 这一部分呢是它随葬的一些青铜器 可以看到这上面这实际上是一个顶 这是一件顶 然后这个顶又因为受到挤压 它现在已经变形了 下面这个顶就保存的比较好 这是顶上面的盖 然后这是顶部 上面的纹是潘驰纹 实际上就是红纹的一种变形 然后再往这边来 它就是一个那个铜的粒 再往这边走呢 实际上它是四个顶 这边是上下的两个顶 这两个顶就稍微小一点 这两个顶上面的盖比较薄 它相对来说工艺 但是它也是很精湛 上面的纹饰比较清晰 顶内呢可能有一些东西 现在我们看里面是有那个 有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到最后 我们会拿到实验室进行化验 看顶内存放的是一些 什么动物的骨骼 然后再往这边走呢 它是属于这个 桃的一个盖豆 这是豆的上半部 这是下半部 它的豆饼 然后豆身就是这样 还有两个钮 这块是一个桃的粒 这个部分呢 是它堆放的瘦骨 瘦骨上面 我们暂时没有发现任何的钻铁痕迹 但是它的背面 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呢 现在还不太清楚 等到最后我们提取文物的时候 再对它进行一个详细的查看 乐器 礼乐器 那边是青铜礼器 这一堆呢是车马器 然后最后这一堆它放成的是兵器 几个功能分区都在这了 至于 至于 对 至于这一块 对对对 它放的就是很有条理性 对对 就是堆放的都很清楚 功能区也很清楚 纷飞的小雪珠 考古队员仍在分秒必争的 对M397号墓进行清理发掘 按照惯例 通常先清理棺外 果室内的随葬品 全部完成后再清理棺内 对于M397号墓 这个高等级墓葬而言 棺内的发掘是重中之重 在它的棺内 是不是存在着一些特别珍贵的东西呢 毕竟那牧主人 很可能把它最喜欢的 或者是最珍贵的一些东西 放在他的身边 放在棺内 而这些东西 对于我们判断 牧主人的身份信息 或者他所处的这个时代 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大家都在期待M397号墓 棺木的发掘 同时此前发现的车马坑 是否就是它的随葬坑 也有待考古人员进一步去证实 然而这一次等待考古人员的 只有黄土之中的一片鲜红色 这是什么 当这个果实上的木板 腐朽之后 上面的田土就会压下来 然后就形成这个情况 它这个木和棺木压的就比较平 但是在这个棺木周围呢 因为是它的木主人身份所在的位置 它的周围一般东西要少一点 但是要处于精品比较好 处于木主人随身携带的一些 比较珍贵的东西 虽然棺木已经腐朽 但好在整体轮廓保存较好 这也说明棺内的随葬品 没有经过扰动 应该仍然存留在原始位置 这片鲜红色的漆皮之下 到底还藏着木主人的多少信息 小雪之中 考古队员一边对抗着严寒 一边谨慎地去除这薄薄的一层盖板 终于灌溉之下 木主人的骸骨形态显露了出来 把盖板积掉之后 首先出来的就是它的人骨 这个时候人骨实际上已经腐朽 呈黄褐色的粉墨状 但是我们依旧可以看出来 它这个人是养身直至脏 然后它的头像和面相都能得到这些信息 这块应该是它的口含和封面 现在清的这都是一些玉制的玉片 玉片上面这些红色的痕迹 实际上是棺木上面的漆皮 以玉器陪葬 在古墓中并不稀有 以两种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 已经有随葬玉器的习俗了 到了西周时期 贵族们对于玉的迷恋更是达到了巅峰 在国国目的中 就先后发掘出土了 近万件古代陪葬玉器 可见当时的诸侯贵族 以玉炼葬的社会风俗已经形成 口含玉是一个玉料 然后提取是有很大的难度 总体来说 实际上在它的棺内 发现的就是玉柱 然后玉石片 代沟 包括它这个口含玉 对于我们探讨它的身份地位 并没有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木葬中破损的玉器 无法为考古人员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 那么想要判断墓主人的身份 还要从发掘出的随葬品入手 大家寄希望于墓中的青铜礼器 和边中石庆上 会有相应的名文出现 以便为墓主人的身份提供佐证 与此同时 墓中出土的车马器 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关注 墓中共出土了五个马弦 在下葬的时候 车马坑在下葬的时候 它一般都是成套进行下葬的 有时候是它的车上的一些事件 以及马身上带的一些饰品 以及车马器这些 有时候是跟随车马一块下葬 有时候是把它单独拆开 放在墓葬里面 陪同墓主人一块下葬 也就是说M397号墓 与此前发掘出的车马坑 并无关联 因为马的数量 与出土马弦的数量不匹配 显然 这两匹马的主人另有其人 那么M397号墓中 这位墓主人随葬的车马坑 又在哪里呢 这一层迷雾尚未退去 考古人员在清理编钟时 又发现了新的情况 这一套编钟并不是实用器 而是一套铭器 当时咱们把这个编钟清起来之后 对它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测试 首先呢就是咱可以看到 如果说它是一个使用器 应该有那种打击的痕迹 但是咱们在这上面呢 并没有发现打击的痕迹 另一方面咱测试的时候 发现它这个打击之后 声音比较沉闷 不是清脆悦耳那种声音 这也可能说明它就是一件名器 不是使用器 另一方面最重要的原因 就在这里面可以看到 这块 对 这一块 对就是饭图 就是饭图 如果说它是一个使用器的话 它这里面应该都是清理干净的 但是你看 嗯 饭图 它这个饭图是没有清理 都没有清理 都没有清理 它应当还是一件下葬时期的名器 九件边中 十件边境 工艺精美 但全部都是为了陪葬 专门制作的名器 这从某种角度 意味着牧主人生前 也许并不曾拥有这样一套礼乐器 因为对于誓死如生的古人来说 把他生前喜欢的物品带入牧葬 或者将生前无法享受到的东西 带入到另一个世界继续享受 都是一种常见的做法 这是不是从另一个角度 佐证了牧主人的身份 也许牧主人生前还达不到 享用礼乐器的身份地位 挡在考古人员眼前的迷雾 似乎更厚了一些 几乎是与此同时 发掘现场又有了新发现 勘探人员在现场勘探时 发现了一座汉墓 但考古人员在清理这座汉墓时 发现了与之紧紧相连的一个车马坑 而经过初步发掘整理 大家发现 这一座车马坑中随葬有五匹马 我们在M379的东北方向 还发现了一座马坑 这座马坑上部被一个汉代的墓葬所破坏 在它的底部发现了五个马的痕迹 有五匹马 在M379中出土的有五个马弦 它的数量就和这个车马坑的五匹马相一致 因此我们推测 M379和这个马坑应该是相对应的 前肢长是1米24 后肢长1米2 后肢长1米2 头骨宽28厘米 这个马坑保护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只要这一块它这个家伙站在嵌里边那种 对 就从那个关节 关节里面掐了土 有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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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考古人员的清理 这个车马坑中的马骨 保存相对完好 这是截至目前 发掘出的规格最高的车马坑 使用一套边中实庆的名气 作为随葬品 同时拥有一个高规格的随葬坑 这位牧主人到底是个什么身份呢 这座墓有一个铜顶 有两件铜痘 还有出特了兵器 青铜兵器 青铜的赤马器 因此我们判定 这座墓葬它的级别相对比较高一些 并且这个铜顶满神 布满潘赤文 并且这些制作也相对比较精美 可以说品项吧 属于上乘 特别是青铜兵器的出现 是我们在前一段的发掘过程中 比较少见的 根据出土的青铜的铃器 青铜的兵器 和青铜的赤马器 来看 我们认为这个墓葬的级别 是相对比较高的 也是目前呢 我们在发掘过程中 发现的级别最高 或者出土青铜随葬品 最多的一座墓葬 可惜的是 墓中四只铜顶 以及其他青铜器上 全部没有发现任何名文 这给确认墓主人身份 又增加了困难 与此同时 高等级的青铜器 配以专门用于陪葬的编钟 这样的现象 也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关注 这座墓葬的契武足和 跟以往在三明侠地区 发现的一些墓葬 比如说 在陕仙东周青汉墓里面 提到的M2040 出土有一套完整的礼器 还有几套铜顶 以及在国国墓地发现的 它的青铜边中 都是属于诸侯级别的 因此 M379 作为一个四顶墓 塔的身份 可以说 还不至于来陪葬 青铜的编钟和石庆 也就是说 和塔的这套编钟和石庆的 下葬和墓主人的身份 是不匹配的 根据此前发掘M94号墓 和M99号墓 这组并学合葬墓的经验 即便当时经济状况不好 不足以陪葬足量的铜顶 那么 又无法解释 这样一套专门制作的 工艺精美的编钟石庆的存在 而且 墓中其他青铜器的质量 也属上乘 显然 墓主人并不是因为经济原因 而随葬四顶的 他的足盒呢 和这个周理荣所记载的 天子九顶 诸侯七顶 十大五五顶 他的这个规定呢 是不太符合的 因此呢 我们也推测 当时的社会状况 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礼崩越坏 这种现象呢 也正在出现 所以呢 这些 在 一些地方长官呢 不是特别遵守 这种周理的 规定的埋葬制度 无可争议的是 在墓前已发掘的上百座墓葬中 这位墓主人的身份 已然非常显赫 他究竟是谁 他究竟是怎样的身份 他生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至于他的墓葬中 出现了这样违反常规的葬区 考古人员只能通过更多的例证 来探寻答案 但是 根据出土器物 还是可以推测出一些准确的信息 我们首先分析他所处的一个时间段 看他出土的这些器物呢 他应当是属于战国早期的一些器物的那些风格特征 文师也都符合 另一方面呢 我们对周围的一些贵族母进行了一些对比 我们发现 他出土的这些器物和山西地区晋国那些贵族母出土的器物 十分类似 就是说这个人他可能是一个晋文化圈内的人 他很可能就是以前那个三晋地区的人 然后我们综合来分析 他应当是属于魏国时期的 战国时期魏国人 早在春秋时期 韩 赵 魏 三家 原是晋国六亲中的三个 他们在春秋晚期逐步掌握晋国的大权 公元前三七六年 赵魏 韩 三国废除晋晋宫 强盛一时的晋国被三家蚕食瓜分 史称三家分晋 此后史书称韩 赵魏 三国为三晋 在不断的繁衍争斗中 渐渐形成了风格鲜明的三性文化 在沐藏风格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上边这个战国时期这期魔藏 早期的东西主要是我们发现是鲤豆瓦 中期的是丁豆瓦 晚期是丁豆瓦排银 大概是分三段 它的魔藏性质 战国时期魔藏性质 都是扣打地消 四壁光正 四壁非常平质光 都产得很光 下边是有关有锅 它那个锅都是祸土的二层胎 都是祸土二层胎 不是生土二层胎 它都是祸土 它是先把大狂夹弄成以后 然后摸进木头大锅 锅打完了以后放棺材 棺材给棺材之间放水藏品 大概都是这样 既然这片牧藏群是魏国的公共墓地 那么他们生活的遗迹又在哪里 根据墓地通常设置在城郭之外的惯例 距离墓地东北方向一千米处的一座小城 进入了大家的视线 在这片土地之下 曾经埋着一座城 上世纪九十年代 考古人员曾在这里 发现了城墙的遗迹 同时还出土了陶片 根据这些耗口里边出土这些地层的陶片 还有那些城墙的集草里的附近 他们采集到有这个陶片 发现有这个西州里 对周中期的陶鬼的餐片 因为陶鬼啊 从商代到周 它一直存在 就是西州中期以后 出现那种同鬼 同鬼跟陶鬼是长得不一样的 所以他那个陶鬼呢 一出现 我说这是脚果 这应该是脚果 上面只有这个世界 只有脚果 没有变了 但是我没有发现 与脚果有关的 明文 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对于这座小城的猜测和研究 持续了多年 汉书记载 脚果是三门峡地区最早的封国 竹书纪年中有明确记录 幽王七年 国人灭焦 西州末年 衰败的周王使冬迁 彪汉的国国 将手中的武器 对准了焦果土地上的人们 曾经辉煌一时的焦果 从此分崩离析 一部分焦果居民被迫冬迁 另一部分则被国国就地安置 这一座城池是否就是当年焦成旧址 现在仍然未有定论 但可以想见 西州末年开始 曾经有一群人在这里生活繁衍 随着时间的更迭 他们在一次次的战争中 被不同的国家轮番争夺 这一块土地也被各个政权交替使用 考古人员猜测 这个墓葬群也许就是他们的公共墓地 另外根据已有史料可知 陕州故城的建成时间是在西汉早期 而在西汉之前 这里是否就已经有人在此生活 这片墓葬群与他们是否有关 也还有待考证 时间来到2022年初 发掘工作即将进入尾声 车马坑中两匹马的主人仍未找到 M397号目中 这套编中的清理工作仍在继续 燕飞和考古队员们 仍在分秒必争地对墓葬群进行最后的清理 下一步我们将要加强对这些出土器物的整理 对它进行比较分析 结合周边同时期墓葬 一起来研究这批墓葬的祖鼠 以及当时的埋葬制度 进入探究当时的社会状态 以及当时的生产生活状况 为我们来还原当时的社会形态 提供一些帮助 两千多年前的一群人 以这样的形式与我们相见 他们也许曾经饱受战争之苦 他们也许被迫长居在此 他们的故事尚未讲完 关于焦国 关于战国早期 关于三境文化 考古工作者还有太多的猜想 需要从这片黄土之中寻找答案